变了变了 近30年来 中国高血压医学界最大的变动来了 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今天招待朋友一个视频 说一说我们国家高血压诊断标准的变化 就在今天上午 我们国家新的高血压诊男发布了 而2022年11月13号的上午 一定会被历史所铭记 因为这是我们国家可能近几十年来 关于高血压诊断的最大的一次变动 就在今天上午 我们国家发布的新的高血压防治指南当中 里面是这么说的 推荐将我国成人高血压的诊断介质 由原来的1490下调到1380 原来1490的时候 咱们国家的高血压人群是2.45亿 1380之后可能更多人会被化归为高血压 一夜之间被高血压了 好多人可能心理上听到这个变化 还是有这种第一感觉 但是这种变化对于我们健康的影响是巨大的 可能更多人会因此而更加健康 我们先说一说背景 现在我们国家呀 这个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呢 实际上这个变化的背后的背景是 无论是欧洲美国和我们的一些禁令国家 比如说日本新加坡韩国等等 实际上他们的高血压诊断标准 明着暗着 基本上都已经下调到了1380 1380可以说是被世界范围内更多的 强有力的 有说服力的 这种医学实验所证实 包括我们国家去年府外医院做的非常有名的STEP研究 也都证实了 1380可能能给人带来更大的好处 而不是简单的1490 实质上呢我们以前的这个诊实理诊断高血压的标准 就是高压大一等于140 合护低压大一等于90 实质上说白了就是高压低压只要有一个高 达到标准就可以诊断高血压 其中这个标准呢就是1490 包括1490 但是以后从今天开始 以后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变成了1380 那么随之而来的还有很多的变化指南当中 随之而来的大家最需要注意的 就是一些人群应该把血压不再是下降到14090就可以了 应该降到13080甚至更好一点 比如说 年龄在65岁以下的高血压患者 比如说高血压合并防颤 合并惯性病 合并心衰 合并糖尿病 合并肾病 包括合并足中 这个尤其是一些病情稳定的这种病情的足中患者 高血压的这个治疗标准也开始逐渐建议到13080 而这种老年人比较例外 尤其是年龙比较大的80岁以上的 有的时候可以适度放宽这个指标到14090 整体上讲呢 这是我们今天上午发布会的一个最核心的变化 我先给大家更新到这儿 后期我会把新的高血压 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 给大家详细进行解读 无论是怎么量血压 包括这个盐的使用 包括怎么运动 这份新的指南都给出了答案 大家关注张大夫这个号 咱们一期一期讲 但是今天这个大的变化 我要第一时间告诉你们 第一时间告诉那些关注高血压病情的人们 尤其是自己或者家人有高血压的 的确我们的血压诊断标准变了 而且降压目标值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希望更多人提起注意 当然有很多朋友 尤其是基层医生也关注我 大家也要注意这一个变化 张大夫在后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高血压 这个新指南的解读 大家关注我这个号 后头咱们一期一期的讲 我们下期再见